繁华之后看什么剧 这是最近直播间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 我的答案一直都是二刷繁华 而且是护裕版 然后现在正在演的几部片子 先来说黑土无缘 黑土无缘我上来看了一集 有几个点让我不太满意 一个是陈建斌的假发太假了 再一个是有很多涉及到探案的细节都有点假 至于怎么假 你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是明明是在东北 就不说是在东北 一定要把地方改个名 车牌改个名 然后说南方什么什么地方也要改个名 感觉好像发生在另一片星球上的事 但是明明大家说的都是东北话 虽然不太标准 但是一看就是东北 不喜欢这样 之前似乎似火流年也是 明明就在北京 四九成 胡同串子 都是一口惊片的 就是不说在北京 我知道有苦衷 但是看着还是别扭 这个片子 这种悬疑探案的模式的 我觉得不如再重看一遍漫长的季节 漫长的季节是除了繁华之外 我认为现在最好的国产剧了 而且因为是网剧 所以没看过的人还是挺多的 你要是有那功夫看黑土无言 你不如去看一遍漫长的季节 同样的类型 漫长的季节 从艺术感和故事性各个方面的造诣都要高多了 然后大江大河三 大江大河一二你要没看过 大江大河三不要看 大江大河三是故事紧密接着大江大河一二的 即使我看过一遍漫中间隔了这么多年 我还有很多人物对不上 但是大江大河三的最大的问题是 他虽然描述的是跟繁华差不多年代的故事 但是他这个故事讲的实在是太一本正经了 里面人物说话就越来越关腔 我有看到了县卫大院的感觉 我现在还得坚持 我已经看到14集了 我会看完 因为毕竟前两部都看了 但是我不太建议大家看大江大河三 我觉得不太好 真的不太好 他和前两部比 因为要收尾 因为要献礼 所以很多地方做的不那么让人满意 那现在我还比较期待的两部片子 就是张宋文的孤舟 看看能不能春节期间上 之前说19号上那是谣言 然后还有一个大唐狄公案 也是说要近期上映 到现在还是没有具体的落实 这两部剧我会看 那还有刚开播的仙剑四 没看没看 没一眼看 大概就是这样 有点咯 有点咯